怎样的轮回心 你把阿弥陀佛的心放在中央 其他一切杂念都丢掉 轮回心就没有了 那你那个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所以我们尽忠同学 早晚扩宋 我们的早扩 不能够念全部无量寿金 我劝大家早扩就念第六品 四十八月 要把阿弥陀佛的本月 变成我自己的本月 我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 同德同行 这可能不去 这去定了 弯阔我们选的是32品到37品 灿除业障 这一段经文讲什么呢 讲五戒十善 啊 用这个标准 来修正我们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的行为 十善要真干 不善要真断掉 天天在读 天天在学 天天在养 你说多快乐 多快乐 多幸福 不是讲给别人听 是讲给自己听 别人是旁听的 自己是真修啊 天天提升自己的境界 提升自己的代行 增长自己的智慧 这个世界 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好的 道理真正通了 真正明白了 你自然就能放下 把受破苦放下了 把极乐的弱 你就取得了 求生极乐的是真心 那不是假的 即生幸运 更持佛号 变得独徒 真心 为什么念佛人不能往生 信心不足 他有怀疑 为什么有怀疑 理事 了解不够透彻 所以 佛为什么天天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 帮助大家断移身心 如果真心了 真心了可以不要听经了 也可以不必念经了 要知道啊 佛讲经那个目的 是帮助我们断移 这身心 断移身心之后 你真发愿了 你晓得这个轮回真苦 不能再干了 以往在轮回里干了这么多年 那个年都无法计算了 论结束算了 无量结了 苦不堪言了 现在搞清楚 搞明白了 今天遇到这个机会 今天遇到了 你能够抓到 你今天就成佛了 变得度脱 度脱是 永远脱离舍法界 不暂时留到 脱离舍法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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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